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超棒 但全容易被忽略及低估的一個腿部訓練動作 後腳抬高蹲 前陣子因為槓領的盛行 大家來健身房訓練臀腿的時候 多半都是拿著槓做深蹲 臀推或是去做腿推肌 好像練腿就是應該做這些動作一樣 但是大家仔細想想也會發現 其實這些訓練動作都是雙側 雙腿水平一起發力 推 蹬 然後日常生活中大多數在移動的時候 走路 爬樓梯 跑步 下蹲 積極 都是單側發力 單側平衡 單腿穩定 所以今天先來帶大家做一個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練腿動作 後腳抬高蹲 這個動作主要訓練我們的 腿前側 腿後側 腿內收 臀中肌 寬伸肌群 另外還會訓練到我個人覺得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竹懷與核心的穩定 當然竹懷周圍肌力不足或核心穩定度不好 那你們在日常生活中 就會比較容易有一些受傷的風險喔 我知道很多人練腿腿的出發點 可能都是因為美觀好看 直到功能性就會覺得 是因為外型改變不會太大的訓練動作 關於這一點就大錯特錯 事實上並不會因為後腳抬高蹲 是一個極具功能性的動作 對於肌肥的效果就沒那麼好 它同樣能鍛鍊到我們的臀腿肌群 進而讓我們的身形變得更加苗條 隨著負重越重 訓練強度越高 當然你的臀腿也就會更加壯碩 隨著身高的不同 我們可以使用Begs 跳箱 或是後腳抬高蹲架 來支撐我們的後腳 大約抵消15-20%的重量 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將重心移至前腳 前腳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雙手自然放置身體兩側 盡量下蹲至最低點再發力起身 我們可以找一塊墊子 墊在後腳膝蓋的位置 每次下蹲時都讓後腳膝蓋觸碰軟墊 再發力起身 保持每一下訓練動作的品質 相較於背蹲矩 後腳抬高蹲可以讓脊柱 尤其是壓力最大的下背 在負擔較小的情況下 鍛鍊我們的下肢 另外如果你是腳踝活動度不好 在做深蹲時無法下蹲至低點 或是上肢活動度受限 沒有辦法做飛槓深蹲的人 那麼後腳抬高蹲 就是最適合你的下肢訓練動作 開始訓練的時候 首先我們先找到適合自己的高度 然後我們站至蹲架前 將我們的後腿放到蹲架上面 下蹲至低點的時候 重心再前腿 前腳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然後我們注意看一下 膝蓋跟腳尖的方向 要朝向前方 不同於深蹲的是 在做後腳抬高蹲的時候 前腳的膝蓋就真的盡量不要超過腳尖 盡可能的下蹲至最低點 活動範圍越長 對於肌群的刺激 以及身體平衡的需求就越高 剛開始建議大家先用獨手 不負重來做訓練 過程中必須保持核心的縮緊及挺胸 膝蓋以及腳尖的方向朝向正前方 很多人在訓練後腳抬高蹲 是因為重心不穩會產生拱背 我們要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隨著建立起良好的動作模式 以及激勵的成長 我們就可以開始慢慢的增加負重訓練 強度跟著慢慢的提升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生活得到了情所未有的季節 爬樓梯、撿東西、負重行走 對你來說都變得輕而易舉 而且門檻非常的低 不論你在家、健身房、附近的公園 都可以找地方訓練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你會在影片下方 留言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